我是孟庆儿 孟子第73代小孙女 在旅行中 让我们一起感受汉字之美 我是威加德 我来自意大利 我热爱中华文化 对我来说 在这个充满汉字的宝道上 到处都是惊奇 请跟着我们一起 细细品味汉字的魅力 今天的国民汉字须知 我们来到三重区的光星公园 公园内除了美丽的樱花之外 还有一项珍贵的文化资产 大家好 我是孟庆儿孟孟 大家好 我是威加德 今天我们来到新北市的三重区 是的 不过我比较好奇 我们为什么会来到光星公园呢 不要小看这个公园哦 因为我们身后呢 有北台湾最古老的一个碑 成功去丝碑 我看成功去丝碑 他是不是在纪念某一个人物 其实呢 去丝碑是专门以前拿来纪念当地的围官 政府的官员 如果他有德政 有仁政 当地士绅呢 他就会立此碑文来纪念他围官的德政 那么我们的成功呢 就是当时陈大鹏这位官员 那这一百多字呢 就是为了要纪念他造福百姓的事实啦 原来如此啊 所以他当时其实当你就是当官 当得很好的意思 没错 不过一般来说 我看到所谓的曲丝碑 都保存得还蛮完整 为什么他看似有点破破碎碎的样子呢 有点断圆残残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这个成功曲丝碑 后来呢 居然因故流落在淡水河里面 被六个小朋友在玩水的时候呢 捡起来 然后送到他们的书法老师 朱正南大师那边 朱大师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碑文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呢 又捐给了三重曲公所 就立在这里作为纪念了 原来如此 还句话说 我们可以说这个曲丝碑案如今 在三重重千天日的意思是不是 是 没有错 不过萌萌 我们刚听到这个重千天日 还有我们今天在三重 还有我刚才想 三重的重这个字 它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反应 它还有轻重的重 它是一个破音字 对 就是重量的重 对 不过呢 既然它有不同的反应 我还真不知道它的本意是什么 其实重这个字呢 你看它的结构 其实有没有像一个包裹 层层包覆的感觉 有没有 所以你的意思是 三重的重这个字的字形 它有点像是形囊包裹的意思 是不是呢 一盒一束有玄机 一字一句说古今 国密汉字须知 带您一起学汉字 学好字 我是丁静怡 首先要欢迎的是每个星期 但我们学很多汉字 学很多好字才不会用错字的 国学专家 苏建舟 苏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那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三重 来进行一趟文化之旅的 这两位其实都是才女 非常有内涵 所以今天好好跟我们来一趟 三重的文化之旅 首先比较靠近我的这一位 是让我们欢迎的是 我们书法写得很好的 赵欣妍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赵欣妍 好 那另外一位呢 因为她从南京来的 但是现在呢 是道道地地的台湾媳妇 让我们欢迎杨玉妮 大家好 我是玉妮 刚刚我们又在三重看到这个碑文 其实还蛮难得的 那我知道其实三重这个地方 离我们台北县市过去都不远 两位有没有去过 都有去过 我以前有租房子在附近过 可是我没有去过这个公园就是了 对 雨妮呢 有没有对三重的印象 对啊 找朋友去吃吃喝喝 可是真的没有到有内涵 有气质到去逛碑文 你不要说 早知道就去逛一下 真的 因为连达琳 她在三重 长大了 她也不知道这个公园 我不知道 对啊 所以你看我们节目用心到怎么样 让大家知道原来在这个地方 有这样一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碑文 大家可以去看看 了解一下 那其实我们今天特别找三重的虫 这个字 我们都知道 怎么念呢 除了虫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瘦 对不对 可是说实在的 刚刚我们两位外景主持人 带来一个概念 我觉得还蛮新的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她说芳芳正正有点像包裹 你们觉得呢 很像背书包的样子 是不是 觉得芳芳正正的 好像有点像这个背书包的背影 对 所以新年你觉得 我觉得有很稳重的感觉 很重 所以你也觉得看起来这个字很稳 芳芳正正的 很稳重的感觉 所以也难怪他就是念重汉字的结构 有时候不是我们肉眼看得那么简单 因为老师一般会从古文字 带我们来看 可是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透过一个测验 也许我们可以摸到一点边 来了解这个字 所以呢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国文小老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三重的国文小老师达琳 现在马上要出一个考题 来考考我们两位才女的国文程度 就是重这个字 一 重字形表示人卑重物 二 重有厚的意思 如果是薄薄的就不会重了 对不对 三 安土重迁是谨慎的意思 如果你知道安土重迁这个成语的意思 这一个选项就不会错了 四 重有怀孕的意思 是不是因为妈妈生小孩怀孕的时候 就觉得人好重 是这样子吗 最后一个 五 重是由人还有东所组成的 选项都在这里咯 请作答 好难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秀出你们的答案 来 我们看看两位的答案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真的 五 一位 一二四 就是全部被他们选择 你们就只有一是 大家都觉得有 就是觉得是人卑中午 好 那既然两位如此不同 我想还是先让达琳 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然后再让老师问我做解答 好吗 因为真的意见太分歧了 达琳 好 欣妍选的是一 二 四 宇妮选的是一 三 五 到底正确解答是什么呢 请看 答案是一 二 三 四 五 所以是全部两个答案 不一样 但是都得到六十分 及格啦 及格就好 很厉害耶 为什么因为说真的 我们刚刚一看的时候 我们真的大家每一个都会觉得 不可能有些就是不太像啊 像为什么重会怀孕 我觉得这对我们三位妈妈来说 我都还蛮想知道的 来 那我们就先从古文字来看好了 老师 好 大家看 这个它本来最早的鞋帽 就是一个人 好像就背了一个袋子 所以就是这个鞋帽 没问题了 这是上代的经文 然后这个也是上代经文 两个鞋帽差不多 这个袋子把它画得更大一点 后来这个人形跟这个袋子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变成这样 人形在这里 袋子在这里 然后就变成在下面加一个土棒 表示说人地在土地上面 种就出来了 你看我们现在种 不就这个字吗 一模一样 只要把这个拉平而已 就是种 对 完全没问题了 对 那这个字表示说一个人 它背一个狼駝 狼駝就是我们所谓的东 东的本意就是狼駝 然后你就戴子的意思 本意就是很沉重 东西很重 背在身上 那这个字你是由人跟东 他们共用笔画所形成的 就中树的话他们和弦 就这个字 这样所变来的 好 后来在这个字下面加上一个土棒之后 表示说人在土地上面 就变成今天的种 那我们看看它有哪些用法 第一个先看独作重的用法 第一个是它用法有所谓厚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厚重也 刚刚我们说厚重厚重 那你看这个易经他提到说 它说毛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薄 但是它如果你用正确的话 它可以变得非常重 你看这个重跟薄互相相对 对 所以这条重就是厚的意思 然后它有所谓重量跟这个分量 那黄昆然这个研究提到说 说这个千均之重 忍不清净 什么叫千均呢 古代就说一斤的话是三十 一均的话是三十斤 所以千均就三万斤 非常重的 其实我说东西非常重 我说这个力气很大 然后他有再也都用一些 比较抽象的用法 繁重 比如说繁重或沉重 韩式文章提到说 说认重道远 这我们学过 认重道远的怎么样 他是不择地而洗 就是这个人 他的责任非常沉重 然后要走到都非常很远 然后因为他责任很重 他当然他不会想要选地方休息 随便他就可以休息 所以叫不择地而洗 比如说这个人 他有远大的志向 不会畏惧这个困难跟艰苦 他坚韧不拔 然后弃而不舍 然后他有所谓的庄重跟稳重 这当然也比较抽象的 我们说君子不重则不微 这个重的话是庄重跟稳重 不是说他很胖的意思 不是 是稳重的意思 好 对 然后他有所谓的重视跟看重 这个我们也非常清楚 曹丕的点诺片提到说 说这个古人 古人见此弊而重寸音 俱乎时之过瘾 就说古人他们其实 不看重这种所谓的此弊 此弊是非常贵重的弊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重要 但是他们看重什么 看重寸音 这两个是相对的 此比较大 寸比较小 即便是很小的光阴 他们也非常的重视 因为怕时间它就这样过去 然后一事无成 然后它有谨慎的意思 所以所讲的 说安土重前 安于土地 谨慎迁徙 不要随便乱搬家了 搬家很辛苦 安土重前 这重的话是谨慎的意思 好 再我们看 它可以读准重 对 就是三重的重 是 重是什么意思呢 它本身就是所谓 重叠跟重部 就两个以上的 叫做重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 山虫水部已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看 虫就会富 富就会虫 那虫会表示它东西很多 因为超过两个以上 它有所谓的多或是过分的意思 过分 对 就超过你本来应该有的分量 是 比如说朱伯正提到说 说朱伯这个人 从他以前很穷的时候 到他后来很有钱的时候 他都怎么样 保持一个非常节俭的生活 怎么样呢 所谓死不虫味 就是吃的东西 不会有各种口味 就很简单 可能就一菜一汤什么的 是 然后它有所谓的两个或成双的 这个可以理解 从这两个成双 比如说世间提到说 说二毛重宫 就是要准备两个以上的毛 两个以上的宫 为什么 因为怕它会坏掉 被责坏 然后再来就可以 就是所谓的怀孕 什么叫怀孕 你身上有两个生命 有两个生命 不是说什么很重 不是这个意思 责任政大 不是 它是从两个变来的 两个或成双 你身上有另外一个生命 是两个的意思 所以你看世间有提到说 大人有生 有生就是五星 一意思一样 对 然后你看它说生就虫也 虫就是double的意思 然后它感觉说虫就是怀孕的意思 身上有两个以上的生命 所以在怀孕的用法上 我们就不念重了 对 一定要读成虫 要读成虫 好 如果生重也 那就真的是胖 是不是 虫那就是怀孕 那是 好 然后它可以讲 我们常用它当作副词 表示一个动作重播的意思 一般翻译成在或是有或是重心 比如说越洋楼记 乃重修越洋楼 就是再修越洋楼的意思 是 很有意思 因为平常你看 我们念三重 我们不太会念三重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 这样一个地方 可是原来老师解释之后 我们才知道 在重这个字里面 老师刚刚用古文字 让我们看原来东是怎么来的 就是包裹 行囊 对 这样你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我们刚要这样选了 对不对 所以刚刚两位都在 及格的路上 表示呢 大家第一关都安全过关 但接下来这个字 跟重有关系 而且可以说是相对用法 也是老师要教的 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字呢 好 那就是轻 来 那我就先问新颜好了 轻这个字 你平常怎么解释它呢 也是跟重量有关系 是不是 然后分量很轻 对 所以感觉也是一个重的相对应 那你呢 宇妮 你觉得 刚才老师说过 那个东是行囊 那个包包的意思 所以你现在看到青的旁边 就有一个包包 是不是最 那个 看我们说它是车 是不是会不会以前 它就是东 然后把那个换成横的 然后就是好像也是东西 它就觉得是轻 还蛮有趣的 来 没关系 我们让老师来告诉我们 轻这个字 到底还有哪些用法 除了在重量上 它可能稍微低一些 还有哪些用法可以用 它的旁边就是车 不是东 软才制作虫 它是一个形成字 分析为虫车然后金身 看下不能说吧 这是分析为虫车金身 就是一个形成字 本来是指说一种非常轻便的车子 可以跑得很快的 一般就是打猎 或是打车的时候用的 因为求快速 是 表示一种轻便快捷的车子 是用于快速奔截的 比如说你要打猎 或说你要攻击的时候 就会开这种车 驾驶这种车 轻车 轻车 那因为它是轻车 它就可以用为怎么样 用为所谓灵巧便捷 非常可以理解 速度很快 灵巧便捷 比如说轻车 或说轻舟 轻舟这个很常用 那王伟的这个观列篇提到说 这个草枯阴远极 雪茎马迪轻 因为雪都融化之后呢 马爬雪是怎样 就速度就很快 这个轻就是速度 灵巧快捷的意思 对 然后它可以指 刚才我们这个新年所讲的 可以指物体重量很轻 重量很小 跟重是相对的 那孟子提到说 说犬然后知轻重 舵的话然后知常重 我们常常所谓度量很 然后它可以再就比较抽象的东西 价值比较低的 贱或是不贵重 是 管子提到说呢 说比物轻 则见谢 重则见色 就是说东西如果你价值轻的话 就会被流散出去 大家都没有重视它 那如果你很重视的话 大家就会抢夺它 就会见色 被一个争夺的目标 然后它有所谓的短潜 就形容一个人的财质 一个人的目光 很短潜 你看女士前头提到说 这个后果觉得很好 她说这个往年少的时候 自寡才轻 自就是寡 就是财质 财质非常地轻寡 然后只好虚语之名 不失后患 她只想到那种短暂的名声 虚语就是很快 只喜欢短暂的名声 然后不思考说会有什么后果 对 是这样子 然后她有所谓的轻挑 轻挑 手上提到说 说这个勤苦的军队 他们轻挑没有礼貌 一定会失败 那但是她也有好的意思 就是所谓宽大或是宽容 你看韩芸提到说 原本她说 古之君子 其择己也重以舟 那其大人也轻以约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君子 他对自己要求很重 严格 而且非常周密 什么事的话都要合规矩 但是要对别人的话 就很宽松 而且非常简单 所以这个是相对的 轻 重对轻 然后舟对约 因为是简约的意思 对 所以说其实你看到 除了在重量上 轻重有一个对比之外 让老师也提醒我们 还有就对待 世人事物的谨慎的程度 对不对 看你是很重视 还是说你可能是 比较轻忽他 甚至在态度上是轻挑的 所以不只是重量的一个对比 所以接下来 又到了一个测验的时间 就是来看看刚刚 大家有没有听进去 这是一个复习考 因为他刚听一样的 对不对 来看看吸收的程度如何 达琳 好 达琳要来出考题了 刚刚老师认真说 你有没有认真听呢 请看我们的题目选项 一 轻表示快捷的车子 二 轻可以表示浅薄 三 轻可以表示态度 四 轻可以表示价值 形容价值 最后一个 五 轻可以形容速度 到底哪些是正确解答呢 请作答 欣妍他是一个思考很快的 他作答真的很非常快 他已经学到第一回合教训 所以来 两位我看一下你们的答案 一位是12345 一位是12345 好 我们先来看正确解答 来 欣妍是全选啦 宇妮少选了一个5 1234 正确解答是 1234 恭喜我们欣妍 8分 我只是不想让人家觉得 我就是前面一个12345 那我全蒙 然后蒙了之后 就反正随便选几个都有 对我不想让人家这种感觉 但是我知道了 好像也是对的 对 是不是 刚刚有说到青州嘛 对 对 轻车 对 轻快 对 所以没关系 差一点点 一个是想很快 一个是想很多 有没有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刚刚都只是第一回合 因为接下来 还有很多要让我们认识 那首先我们先来 进入汉字及时通 把时间交给一家老师 汉字及时通 让你一点就通 战国时期 孟子提倡性善论 荀子提倡性恶论 两种观点各有依据 影响后代思想深远 那人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 其实见仁见智难有定论 那这见仁见智的人 是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呢 正确是这个人字 周语中说 人者见智未知人 智者见智未知智 意思是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 去认识事物 有如佛家明心见性 心中有人者 就从人的角度 去考察发觉事物人的一面 智者就从智的角度 去考察发觉事物 智慧的一面 因此这成语中的 人跟智 代表是两种不同的观点 所以见仁见智 要写这个人才是对的哦 当我们面对不同的意见时 应该要以不孕不火的态度 和对方交流 这样就有机会 查出新的火花 那这不孕不火的孕字 要写成哪一个字才对呢 正确是这个孕字 孕是动怒的意思 例如孕怒 而温是不冷不热 例如温和 不孕不火的意思是 不发怒 心平气和的样子 所以用这个孕字 才是正确的哦 见仁见智 不孕不火 下次不要再写错了哦 这个好像有点像那种 很不值钱的感觉 也不是这样说 是稻草类的吗 这个是茅草 茅草 对像茅草这样把它 一把把它绑成这样的 一把的茅草 看起来没有什么样 但是把它做成毛笔以后 经过艺术家的手 它就可以画为很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老师这个应该其实很珍贵 对不对 对 比较稀有 所以说把它做成毛笔 如果我们把它配这个 凤岩这个竹子 三重区不只有充满艺术与人文的公园 还有坚持传统文化的国宝籍大师哦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国宝籍人物是陈耀文先生 他是制作毛笔的师傅 陈师傅坚持手工制作 运用不同的元素 制作出不同风格的毛笔 更希望的是能借此来拉近大家 跟毛笔的距离 老师 这支毛笔一定是您做的吗 对不对 没错 那这个它是这么大的笔 它是用狼豪吗 不是 狼豪不可能有这么大 这个应该是用马 马笔来做的 那它是马的 可能是尾巴 对不对 尾巴跟马中都蛮长的 都可以做蛮大的笔 不过我真的 今天我真是打开眼睛 因为曾经说书法或多或少 我在大学的时候都有练过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这么多个式各样的毛笔 而且这么大 真的是没看过 你有看过吗 我大的有看过 但是这么漂亮 这个 这个也是 也是毛笔吗 这个是很稀有的 鸾的鱼毛 鸾 你说那个鸾凤和鸣 那个鸣 没错 很多那个鸡铁 已经上面都写了 鸾凤和鸣这个成衣 是 所以很多人是 看过这个成衣 没有见过这样的毛笔 所以老师 这个应该其实很珍贵 对不对 对 比较稀有 所以说把它做成毛笔 如果我们把它配这个 凤眼这个竹子 这个竹子很特殊 它有一个眼睛眼睛 就是我们讲的 凤眼竹 把鸾的鸣 当笔毛 配这个竹子 就是缝缝缝 配在一起 所以说 就是有一个很祈福 希望大家 婚姻生活 非常幸福美满的意思 那老师 我还有看到 这个 这个是刚刚这个 就天差地缘 因为刚刚那个呢 它是花纹很漂亮 那这个好像 有点像那种 很不值钱的感觉 也不是这样说 是稻草类的吗 这个是茅草 茅草 茅草 像茅草这样把它 一把把它绑成这样的 一把的茅草 看起来没有什么样 但是把它做成毛笔以后 经过艺术家的手 它就可以画为很不一样的风格 像这张的上面 就是戴武光老师 一个教授呢 他用这个 这种炒作的笔衣 完成了作品 不过其实 这些笔呢 因为它的形状 都是我们很熟悉的 对 没错 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呢 老师我还有看到这个 瓶子 然后加上了这个毛笔 这是艺术品吗 这个是有的创意 因为很多的瓶子 大家用完了就把它丢掉 所以我们到回收场呢 这个瓶子就很多 各式各样的瓶子 因为有人很可爱 把它做成毛笔 原来的瓶子 只是一个变色废物 我现在把它在这 赋予另外的生命 是这样的 好有趣喔 这是很创意的一个 这个其实就是文创 对 把我们本来的这种 復古传统呢 重新的变成 你看 一个艺术品 其实在我来看 就是艺术品 不过其实啊 这些 我们说写书法 还有这些文房四宝等等 你知道它不只是一门艺术 中华文化之内 其实啊 我们说写书法也是一种 修身养性 没错 最棒的一个实际的体会 我还记得你知道吗 老师有些人说 哎呦 你不要这么急 因为我个性比较急 他说 你要多连书法 我说过什么呢 他会让你修身养性 对 对 不过呢 莫莫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既然我们刚刚听到 这个修身养性这四个字啊 养这个字 你知道它本意吗 因为例如说我们可以说养 什么东西 喂养 喂养 饲养等等 那它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它的结构略推一二 你看上面好像一个类似羊的东西 对 下面呢就是个食物的食 以此类推应该就是我们要喂养羊 饲养羊 所以它的本意或许就跟饲养有关 是这样吗 好 两位外景主持人呢 他们对羊这个字提出了一个假设 他觉得应该是跟喂养有关系 因为他说看到上面有什么 羊 羊 然后下面有个食 来 到底本意是不是我们外景主持人所说的 我们先透过一个测验来了解一下 来 达琳 好 达琳又来出考题了 两位才女对养这个字有不同的看法 接下来的选项我们来看看有哪些 一 养的对象可以是动物 二 养的对象可以是植物 第三个 养的对象可以是欲望吗 第四个 养的对象可以是精神 我们常常说 是不是呢 最后一个五 对长辈还有晚辈的养读音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说奉样父母 一养天年就不一样了 请作答 听之下都超有道理 能够我们刚刚第一回合 我们会出现12345 衝动 所以现在大家就会很容易 选12345 你看 你看他都慢摸 他都慢摸 他一路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的 陈设跟安排 应该就是以上皆是 玄玄 因为每一个我都可以想出他为什么 会是这个原因这样 但是来 我看看 来 两位先秀一下答案 完蛋了 要不几个了 好多人 你只有15喔 所以来 34 234 在这边星妍是没有选 那星妍是都选了 所以我们现在公布正确解答 我们再请老师好好地来讲解 好 来喔 星妍选的是12345 全选了 宇妮只选了1跟5 正确解答 请看是什么 答案就是12345 所以恭喜全选又 100分 140分 我不要选了 我以后都选12345 反正都是都对嘛 所以在这个回合里面 居然又是以上皆是喔 但是我相信 观众朋友在这里面 也会有一些疑惑 就像我跟雨妮一样 我真的是这样吗 来 老师姐说一下 好 这个字它有两种鞋把 一种鞋把是 左边是羊 右边是铺 铺就是拿一个鞭子驱赶它 这当然也是一种羊的过程 像动物盘 这个是一种过程 对 后来就变成这样 变成上面是一个羊 下面是一个羊 下面是一个食物的食 它就这样拆 它不是什么美食 美食 我这从来没讲过 它就一个羊跟一个食 所以这个字 我们现在流行这个字 所以我们就讲它 分析为虫食 羊生 然后它可以写说 虫羊 虫铺 但是后来这个用法 就没有传下来 就传下第一个用法 然后它的本例就是说 所谓牧羊生畜 因为它是从羊跑 养动物 本来是这样 那刚刚讲过 本例就是所谓的牧羊生畜 你看周里就有这个用法 周里下官的羽人提到说 什么叫羽人呢 它的负责怎么样 负责羊马 所以这个用法很早就有了 羊马 羊马除木之士 那后来就扩大维持一切的照顾 包括人什么都可以用养的 比如说照顾或抚养 我们所谓的抚养 或说军王养人民 叫养 那李济这个话讲得很好 它说从来没有那种 先学养子的 然后才嫁人 你要当然先嫁人之后 然后才养子 这个养是抚养的意思 然后它可以特别指哺乳 特指 指哺乳 我们看群子提到说 父能生之 不能养之 什么叫养呢 他自己提到说养就是哺乳 这个父亲这没办法 没有这种生理的功能 然后它可以指所谓的养植物 种植或是培植植物 你看比如说养蚊 我们现在有这个说法 养蚊 那古代也有这个说法 它说 藏于不节之福整 你看养伤马 伤马是植物 所以用法很早就有了 对象可以是植物 然后它可以指我们的精神 你说修养或含养 你看它说 我善养我耗兰之气 或是刚才我们达领所讲的 这个养金序 这个举得非常好 然后它可以指所谓的教育跟薰陶 然后它也有所谓的 跟欲望有关 就刚刚第三个 我们解释了所谓的 种欲或是助长 至重或是助长 有一块薰陶书这个例证 以前有一个奸臣 叫做李林辅 这个林辅 他善养君欲 他善于放纵君王的欲望 结果君王怎么样 他就不上朝 每天怎么样 每天身居厌世 然后成谷认识 厌世就是说 每天过得非常舒服 然后成立在男女色欲之中 那这个就所谓养欲 就欲望的意思 对 然后最后还可以读说 特别指什么呢 就奉样 晚辈对长辈 晚辈供样长辈 我们说奉样父母 这我们非常常听到 对 那欧阳修有篇文章叫做 双刚千表 叫读作双 不要读作龙 双刚千表 他说祭儿风 不如样之薄 就说你一起等父母过世之后 然后你给他拜得很丰盛 你还不如等他 他活着的时候 你简单可耐他 也是一种心意的表现 就这样 说得真好 那我们刚刚 其实我们外景主持人也提到 写书法是 真的是一个 可以修身养性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吗 我其实刚刚也听得出来说 那两位来宾在讲话的时候 虽然欣妍是写得很快 可是你听他讲话就是 慢条斯理 那是因为你 书法老师嘛 竟然写书法 要一笔一笔慢慢写 所以是不是造就你 我觉得讲话其实还挺优雅 还慢慢说耶 是吗 其实我小时候会接触书法 是因为我小时候有过动 然后刚好加上我的 国小的老师 他就是书法老师 是 是 然后我妈妈就逼我 一定要去学书法 因为那一坐在那边写 就三四个小时 六年 七年就这么过了 对 然后我也就学六年 七年 学了六年 七年 所以才成为这个书法老师 是 但是我知道 像语妮的话 他们在南京是 人人都得学 对 那个就是我们国小的课目里面 必须学的一课 就是每个礼拜 大概有两堂或三堂的书法课 很多很多 然后几乎每天回家 都有一篇书法的作业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书法的功课 就是要描红 就是有一个框框描写 你知道那框框描写 你知道我就是小肌肉很不发达 所以我每次描都露出来 或者就是乱七八糟 很丑 后来我就很聪明 我学会一招 我就用小一号的毛笔 通常那是这样涂的 然后我就用小一号的毛笔 你就把它涂到满 就漂亮了吧 是不是 所以我老师又一看奇怪 这怎么那么多抖抖抖的感觉 其实都是用小楷慢慢 把它涂起来的 所以到现在 我的字写的都非常的丑 真的耶 所以你看每一个人的兴趣专长 不太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说呢 对书法的喜爱跟认知 但也会有一些些的差距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个字 我们刚刚提到养嘛 我们刚刚说修圣养器的养 另外一个字经常会跟它 连在一起用 是哪一个字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是 育 我们经常说养育嘛 对不对 我们要谢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所以感觉上 育这个字 是不是跟养 经常连在一起用 那当然我们也有说体育啊 对不对 体育课的育啊 对 养育等等的 那在育这个字 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是个 育肉吧 育肉 像个育肉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育这个字 我们请老师好好的来 带我们探究一下老师 好 我之所以把这两个字 把在一起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两个本来 就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 而且是先有他 然后才有他 是啊 是啊 我们先讲这个字 这个字你看像什么 这上面是一个妈妈 妈妈 然后生猪小孩 这三点是他的血水或是游泳水 对 就这样 很像的 就像妈妈生小孩的样子 是 然后后来这三点 他可写可不写 但一般我们都还有写的 就变成这样子 你看这个字型 其实就是他 你笔都一模一样 很像 很像 对啊 这里啊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小朋友 倒过来的 对 倒过来的 然后下面就是 他旁边下面这三片 你看跟字型 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字 好玩喔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 我们写这种字的手法 你不可以 有些人会把它断开 变成说你写一点 然后这一痕什么 那其实是不对的 你要写一笔 你断开这小朋友就毁了 懂 你断开这小朋友这个身体 他就被你分割掉了 所以一定要连在一起 你就这样想 发现小朋友到此行吗 那欲的话是说 像女生生小孩的意思 那这小点的话 像养水或是血水都可以 这个字的本意就是 生欲的意思 非常的清楚 那后来怎么样 变成这个欲呢 就把旁边那个妈妈 把它省掉 然后再加上肉旁 就变成我们现在养欲的欲 所以你看 这个一样倒子型还在嘛 倒子型 对 然后后来加一个肉旁 就变成这个字 上面是一个倒子型 所以我们写欲的时候 一样不可以把它断开来 就像这样写 你这笔一定要连在一起 不可以说断开 然后再一痕 这个笔是完全错的 这样小朋友就被你切割开了 好 那欲的话 它可以省减为这个欲 就说 它保留这个倒子的形状 对 然后把这个欲的这个美旁 把女旁把它省掉之后 换成肉旁 就变成这个欲 明白 是 好 那我们就解释 这个欲有哪些用法 它的本意就是生欲 刚刚讲过了 生小孩 所以叫生儿育 那这个吴针的这个文章提到说 说这个余不原外 余不原外 人家叫张贤 她其实怀孕了五年 不育 这个育当然就生的意思 怀孕五年她就生不出来 这个育就生育 非常清楚 然后生完之后你就养她 所以她有所谓的抚养 跟培养的意思 比如说养育或教育 那施定这个话非常有名 施定陆尔篇提到说 这个是父母原外 我们的几个过程 她说 扶我 续我 长我 育我 这个扶就相当于 这个扶养的意思 那续的话也是养的意思 然后长我 育我 这个育的话就是养育的意思 四个字意思都差不多 好 然后养了之后你就会长大 对 扶到就有成长的意思 所以一度三个阶段她都有 生的 扶养的到长大 全部都有 是 女士兄提到说 如果说这个雪霜雨露时 则万露玉 那人民休矣 那疾病妖力去 就是说这个雪霜雨露 如果说你来对时机的话 那就会造成一片 惺惺忽忽的情况 对 万露的话它就可以生长得非常好 是 人民可以过得很好 然后这些东西的话 它就不会出现 是这样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 玉这个字 才知道为什么老师 要把这两个玉放在一起 因为先有左边这个玉对不对 然后才有右边的玉 所以还挺有意思的 从古文字来看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学到羊 学会了玉 我们待会还要继续 再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书法和毛笔 好吗 那我们先进入自在生活 自在生活 让您自在过生活 今天要介绍书信的提称语 提称语是礼貌的 请收信人查阅的意思 依辈分不同 有不同的用法 亲属长辈用膝下尊钱 例如父亲大人膝下 或主父母尊钱 对师长用寒帐或谈席 例如明德无师寒帐 一般长辈用军舰 例如摩摩校长军舰 对晚辈用如物自愈 例如林绝宁写给妻子的信 意应轻轻如物 如物有亲密的感觉 曾国凡写给儿子的信 称自愈即红 自愈有告知的意思 写信的时候 还要特别注意身份与场合 例如装赐会见 是女性专用的提称语 写学妹装赐或学妹会见 如果时商事吊咽 要用礼鉴 礼惜或谷刺 提称语的用法 大家不要忘记 定型我们这个叫 露甲羊菜的海菜胶 海菜胶 天然的对不对 对 天然的 就直接这样子泡 全部泡都有了 这样卷卷卷 慢慢卷 其实啊 嘉德就会发现 我们这些动作啊 都是非常涂法练缸的 请问现在有人 用机器来做毛笔 陈师傅为了推广毛笔 会开设展览课程 希望呢 透过展览 让大家更认识毛笔 同时也会开班授课 来推广书法文化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可以制作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毛笔哦 现在呢笔头已经黏好了 是 所以接下来老师 我们要做什么步骤 就是定型 定型 对 要用什么定型呢 定型呢 我们这个叫做 露甲羊菜的海菜胶 海菜胶 天然的对不对 对 天然的 就直接这样子泡 全部泡都有了 然后泡完了以后呢 里面都有的海菜 里面呢 就把它这样子 用签字 用签字 多移的把它弄出来 下一个动作呢 就是把刷子 把它刷在这个期间 每一支笔毛都是要直直的 直直 对 现在我们就是在 像书头发一样 对 也算是制作这个薄壁的 最关键的步骤之一 对 莫 你看我穿得怎么样 非常有驾驶 那你呢 烧好了以后呢 再来就是要靠这个 要线来把它卷起来 要卷起来 这样子 你看 因为我们要 把它毛底的形状 变得很漂亮 原来是不整齐的 不好看 这样卷 慢慢卷 其实啊 家长有没有发现 但是我们这些动作啊 都是非常突发练纲的 请问现在有人 用机器来做毛病吗 有 也有 但是师傅这边就是 还是用 纯手工的方式 就是慢慢卷 然后慢慢输 我的还不错 对不对 卷得还可以 最起码有60分 有60分 你看老师 你看老师卷 哇 就是一个字 完美 对不对 真的 方方正正 不过其实啊 我们刚刚透过很多 这种手工的方式 对 像是呢 最后这个卷洞 我们今天就要来研究一下 卷这个字 我发现说卷这个字啊 它是有手字旁 对不对 对 可是我发现说 它有另外一个字 可以把这个手字旁去掉 而且呢 它变成一个破音字 破音字 对不对 它可以读卷 也可以读卷 烤卷 银丝卷 麻花卷 纯卷 对不对 对 不过其实我们看这个卷 它的构造 你会发现上面 其实好像一个手 对 然后下面呢 好像一张纸 被卷起来的样子 所以你觉得 卷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 会不会其实它本来就是 一个动词就是 用手 用法师物捲起来的 好 谢谢问外景主持人 让我有了生平 人生第一支 上面有我名字的毛笔耶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老师也有一支 而且甚至呢 我觉得最不错的是 我觉得可以给欣妍提议 你女儿下个月 要抓粥 有没有 对 就带一支毛笔 搞不好 它跟妈妈走一样的路 你知道吗 都已经准备好了 有 对不对 希望她选毛笔 还是全部都是毛笔 只有毛笔 大中小这样不是 对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不对 虽然你写书把它写那么久 感觉也是第一次看到 有这样亲手 帮我们教科这样 制作毛笔 对 一个克制化毛笔 甚至我们刚看到整个卷笔 这样一个艺术才知道 原来笔尖可以这么顺 也是靠这个卷笔的功夫 所以外景主持人 带来卷这个字 说实在我们这样看 总觉得这中间的确有一个 像物品卷起的感觉 对 对不对 那我们先通过 一样透过这个 最后一个回合的测验 我们来看看卷这个字 来 龚翔老师 好 达林来出题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测验 PK战来咯 我们的选项有 一 卷下面是人柜之形 二 卷是身体的一个部位 可是我们常常说 卷起袖子 卷入什么世界 感觉好像是一个动词 三 卷可以读 跟拳头的拳同音 四 卷读作卷的时候 都是名词 比如说考试卷 最后一个 五 先有卷 才有首部的卷 是不是呢 请够答 我们来看看两位的答案 我不想了 我乱写了 反正每次都一 二 三 四 五 这次反而欣妍少选一个三 她觉得跟拳头的拳同音这个 她不这么认为 那我们来看看 达林的正确解答呢 好 欣妍选了一 二 四 五 这是雨泥全押啦 一 二 三 四 五 到底正确解答是什么呢 请看 答案就是一 二 三 四 五 恭喜你 所以不用想太多 全选就对了 所以这次反而是以上一 结实 我们今天很多以上结实 但是在这里面 就像欣妍刚刚说的 她觉得怎么会跟拳头的拳头 一个音呢 真的有这样的用法吗 老师 来 好 我们看这个字是她前代的隶书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写卷这个字的上面 关键下面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所谓结旁 结旁就像一个人跪着的样子 跪着的样子 那这个字分析为从结卷身 那结这个字的话就像一个人跪下来 这个字形还是看得出来的 像一个寄贵的人形的一个侧面形 那我们要知道说 凡是从这个偏旁的字的话 一般的话都有弯曲的意思 你可以去想想看 从这个偏旁 拳头的拳 很多 都是都跟弯曲有关的 那这个东西到底本来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本来是指什么 所谓拳曲 什么叫拳曲呢 就是这个膝盖后面可以弯曲的地方 所以它本来是身体的一个部位 它跟这个膝是相对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膝盖 对 这个地方就是拳 在这里 这个地方 真的耶 是人体的部位 人体的部位 而且是本来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往下看 它一开始就读真拳 拳上它本来最早的读一 因为我们南京画的地方画 我外婆常常就说 你不要把手总是拳起来 你不要把人总是拳起来 是 那我以为那是方言 但是其实原来就是这个地方 没错 这本来到最早就读真拳 对 那我们看苏文怎么说 苏文说什么叫拳 就是七须 刚刚讲过 就是膝盖 跟膝盖相对位置 那个这个地方 是 膝盖后面可以弯曲的地方 叫这个膝区 它跟膝的位置是相对的 本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是一种人体的一个部位 就是没问题的 好 后来就可以 本来是指膝盖的弯曲 后来扩大为止一切的弯曲 所以我们一个话叫做拳曲 那你看诗经里面提到说 诗经有一个话叫做拳额 提到说 有拳者额 飘风至难 这个额的话是一个大丘链 就是这个大丘链 也可以是一种弯曲的地方 那就刚刚讲过 好 这个是我们习惯读成卷的用法 好 这个很简单 就是把直立短的东西把它卷起来 跟这个卷是相通的 所以是先有它 后来才有提手房的卷 是 比如说卷起袖子干活 对 很简单 然后诗经被问这个话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说 我心匪喜不可卷也 就是我的心 不是说像一个席子一样 你不能够说把我打开 然后又把我卷起 好美喔 对 你说你已经勾引我了 然后你又不理我 又把我卷起 所以这样写是很美的 好美喔 而且很含蓄 对 然后这个是说 像卷巧克一样 把所有东西都把它卷走 比喻说说瓜殆尽 我们说席卷而去 这个卷也可以写这个卷 就是所谓席卷 然后它可以当过量词 就是计算一种成卷的物品 比如说梁卷底片 山卷卫生纸 所以这个读音的话 它有冻词也有名词 再我们看第四个读音 读音读称卷 诗生的 用法全部都是名词 它本来是指什么 只说古代这个书籍 或是字画的这个卷轴 卷轴不是两边卷轴吗 对 就指那个东西 对 是卷轴 后来就当作这个书籍的通称 比如说手不试卷 或说开卷有意 对 这个卷都是名词 然后还可以指所谓的 考卷或试卷 对 那宋子提到说 说凡是庭市的话 是这个皇帝他亲自阅卷 这个就考卷的意思 然后可以指这个公文方面的 公司机构的公司文件 比如说卷宗 案卷或是文卷 都是名词 好 所以你看 这个字不只是卷 对不对 还有老师刚刚也讲了 还有卷跟卷 然后甚至告诉我们 对真的要开卷有意 就是多多收看我们国民汉字学集 其实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 而且今天我觉得两位 真的很不错 你看 有全对的 然后及格的 还有及格边缘的 表示两位今天 在这个三重文化之旅 可以说是非常多的收获 那我们节目最后 我们还是一起来复习 因为你学了好多好多的字 跟书把有关 跟毛笔有关 对不对 然后在三重这边 学到很多 那我们节目最后 跟观众朋友们一起复习一下 好 节目最后 谢谢两位来宾 谢谢 也谢谢达琳 谢谢 还要谢谢苏老师 那狗蜜汉字学集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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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